在加拿大做保姆能挣多少钱? 每天要工作多少个小时? 关于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这两个问题, 我之前做视频给大家分享过了。 我知道很多朋友心里还有很多问号, 到加拿大做保姆都需要做什么工作? 要手洗衣服吗?要蹲着擦地板吗? 必须得会西餐吗? 今天我就来说说在加拿大做保姆都需要做哪些工作, 都有哪些职责?也就是说,都干啥活? 通过保姆移民项目来加拿大做保姆, 分照顾老人病人和照顾小孩两个通道。 护理老人病人需要医护经验, 做的也是护理那些事儿,这我就不多说了。 我有一个视频,屏幕是以一个男保姆为主角的故事会, 讲的就是一个男保姆照顾老人的工作情形, 需要的话可以去找那个视频看看。 以带小孩为主要职责的保姆,工作内容比较杂, 所以呢,我这个视频主要讲这方面。 对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,职责范围, 双方面适合签合同的时候,应该就会讨论并写进合同的。 工作时间方面,我是分为住家和不住家两种来比较着说的, 而关于工作内容,我将分成华人家庭和老外家庭来比较着说。 咱们先说做饭,保姆通常都需要负责做饭, 区别是老外家通常比华人家要简单得多。 咱们华人讲究人以食为天,讲究养生嘛, 所以吃饭永远是头等大事。 老外家吃饭也是大事, 但是有的家里带孩子的保姆有可能不需要做饭, 即使做也是简单的准备, 雇主下班回来会自己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。 比如,我之前带那对寒家混血双胞胎, 刚开始的时候两个孩子才一周岁, 我不用管大人的饭,只管娃们吃饱吃好就行。 所以呢,我早上给他们吃燕麦粥卖圈之类, 中午我会给他们做鱼肉菜粥之类, 晚饭呢,我会给他们做菠菜面条, 饺子,馄饨或寿司,照顾他们吃饱。 这是如果加班的话,准时下班的话是下午四点, 那之后就不是我负责的时间段了。 做饭吃饭这方面,老外和中国人有很多的不同。 第一,老外家大部分每天只做一顿饭, 每周只做四天的饭, 因为他们周五有叫外卖吃外卖的习惯。 吃完饭后,全家人抱着爆米花看电影, 这是很多老外家的传统。 所以,老外家的保姆周五经常是不用做饭, 通常也能早点下班。 第二,老外家吃饭三餐相对简单。 早餐,简单的麦片粥,烤面包片,牛奶和麦片等等, 中午通常吃冷餐,有时候感觉就像一顿零食。 因为他们的半成品或成品的肉蛋奶制品特别多, 中午随便用面包加些东西, 用薄饼卷一些东西,就是一顿饭。 第三,一天正经冻烟火做饭只有晚餐, 虽是正餐,但通常也就是一个肉, 通常是烤肉或鱼或者肉丸之类的。 一个菜,清水煮或者拌沙拉, 然后一个碳水化合物, 包括米、土豆或者意大利面。 老外家通常还会变换各国风味的饭菜, 比如墨西哥餐、印度餐、中东、希腊等风味。 老外家吃饭有个共同特点, 就是吃剩饭非常非常普遍, 做一顿,吃两三顿, 甚至吃两三天的也很常见。 一是大多数人中午不在家吃饭, 二是通常刻意多做些, 多吃几顿,省时省力。 我现在的雇主就比较典型, 很多东西都是做一次, 吃两三天,甚至三四天。 所以说,做饭是重要工作内容, 但不是重点。 那是不是一定要会做西餐才行呢? 不一定。 西餐的制作不大讲究手艺, 只要会看英文的菜谱, 照着做,就不会差太多。 英文菜谱都非常详细, 但有时候会很啰嗦, 需要大篇幅的阅读, 太慢了会影响后边的工作。 从商店买来的几乎所有的食材都有说明书, 比如冻饺子、意大利面, 照着说明书做就行了。 所以,手艺不是大问题, 严格按照说明书来做, 你就不会太差。 我们再来看华人雇主家庭做饭这方面的几个特点。 第一,华人雇主家做饭的频率高, 一般一周需要保姆做六天饭, 或五天, 但有的也会是七天, 一天至少要做两顿饭。 华人雇主家要求保姆用手工制作的部分也比较多, 比如切丝切片之类的, 那就不用说, 所以呢,保姆得有基本的做饭能力。 很多家庭包包子、饺子、 擀面条、烙千层饼也是家常便饭, 因为我不在华人家里做,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, 我擅长做这些面食之类的武功都几乎要废了, 因为在老外家基本不做这些。 华人雇主家饭菜的种类和要求也比较多, 每餐至少三菜一汤, 除了讲究手工制作, 还要讲究菜系, 南方菜、北方菜、广东菜、上海菜, 所以呢,就涉及到经验和手艺了, 在华人雇主家做, 有时候还要照顾一大家子。 我有一个姐妹, 两年多的时间, 她每天都要做全家十多个人的饭, 天哪, 那样的工作,我肯定是不能做的。 所以说, 怎样衡量一个保姆是不是好, 是不是称职, 那得看雇主的需求。 我是这个家庭的好保姆, 但对于另一个家庭不一定是最好的。 我喜欢与孩子互动, 用我的经验、知识和头脑, 做有趣的, 有教育意义的游戏, 引导他们思考, 帮他们寻找答案, 在玩耍的快乐中成长。 在父母无法陪伴孩子的时候, 我更是填补父母暂时离开的空白, 爱他们, 陪伴他们。 他们的父母知道, 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, 安全的, 都会有成长和收获。 他们飞到天涯海角, 只要知道孩子在我手里, 就会安心。 这个才是我的价值。 当然, 我也会用心地做饭, 也会做得很好吃, 只是会做饭是我的附加价值。 对雇主来说, 那只是一个很大的bonus。 说完了做饭吃饭, 我们再说家务。 家务呢, 主要是指收拾卫生之类的。 这方面, 保姆要照顾很小的孩子和大一点的孩子, 是有一些区别的。 比如你要照顾三四岁以下的孩子, 就要以孩子为主, 家务为辅, 不能做就不做, 或者趁孩子睡的时候做一点点。 讲道理的雇主, 不会要求你同时又管孩子, 又做家务。 三四岁以下的孩子, 我不会让他们离开我的视线, 甚至不会离他们太远。 而且孩子需要的是照顾他的人, 陪他玩。 做家务呢, 就必然要忽略孩子, 分身无数, 所以就没有办法同时做两件事情。 绝大部分雇主, 是不喜欢你忽略了孩子去收拾卫生的。 当然, 如果你能一边和孩子玩, 一边随时收拾, 那是最好的。 孩子大了就好说一些了, 但大一点的孩子仍需要关注和陪伴。 他们探索自然, 做各种尝试、实验, 都需要一个有知识, 又同心未免的成年人, 在一旁陪伴, 鼓励, 引导。 所以即使孩子大了, 老外雇主仍然希望你能好好陪伴孩子, 把家务放在次要的位置。 孩子永远比家务重要。 从我以往的视频, 大家应该就能看到一点我日常陪伴弹塔的情形。 我基本是没有在加拿大的华人雇主家做过, 所以呢, 对华人雇主家的工作内容是听姐妹们说的。 我听她们的工作内容, 好像就是各种做饭做饭, 早饭午饭晚饭周而复始。 中国三四十岁的, 读过大学的女性, 很多人自己的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, 自己都不怎么会做饭, 但来这儿做两年, 个个都被磨练成了麻利操吃家务的能手。 所以, 同样是孩子大了的家庭, 华人雇主家的保姆会天天洗刷刷, 做饭收拾卫生, 有的还要负责接送孩子, 带孩子去参加各种课外活动, 但是老外雇主家, 比如我, 就是每天最多做一顿饭, 加上一些简单的家务, 然后接送孩子。 总之就是不同的家庭, 各种生活安排, 大的形式种类都不变, 而细节千变万化, 各有侧重点。 不可能一模一样。 所以很多朋友问我, 在加拿大做保姆都做什么? 提问题很简单, 就几个字, 但是因为不同的国情和生活方式, 要负责任的, 不片面地回答你的问题, 真不是打几十个字就能回答的。 带孩子涉及到教育理念之类的话题, 要说的话, 这个话题就扯远了, 我在别的视频中有很多涉及带孩子, 家庭教育, 教育理念之类的内容。 大家感兴趣的话, 可以找来看看。 我们再来说家务的内容, 包括清洁和日常整理, 那无非就是吸尘, 拖地, 擦洗厕所, 卫生间。 我们先来说地板。 一般的家庭, 吸尘和拖地, 通常一周一次, 其实等不到一周就会很难看, 地上会有头发, 毛绒之类的, 所以看不下去呢, 我会简单地吸一吸。 我带两个双胞胎的时候, 他们家的清洁工, 是每两周来清洁一次, 看着孩子在有毛绒的地板上, 爬来爬去, 我就会拿起小吸尘器吸一下, 给老外家做百分之百, 都是用吸尘器和各种各样的拖把, 不会要你蹲着跪着擦地。 华人雇主可能会有极个别的, 要你蹲着用手擦地。 绝大多数老外雇主都希望保姆用洗碗机洗碗, 因为他们认为省水省力省时间, 少数的华人雇主家还是不习惯用洗碗机, 要用手洗。 换洗床单, 一般家庭是每周一次, 有的家庭是两周一次, 所以呢, 这些也是因家庭而异的。 洗衣服通常是全家人衣服攒够了, 扔进洗衣机, 洗完烘干后, 别衣服才是个耗时的工作。 是不是得手洗衣服? 一般不会, 偶尔也听说过, 有哪个姐妹的雇主要求手洗衣服, 老外雇主一般不会有这样的, 要么洗衣机, 要么干洗。 有的家庭可能会要求你运衣服, 运衬衣, 有的家庭甚至要求运床单。 关于除雪和捡草, 大的房子和院子通常是由专业的公司来做的, 少数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家庭, 或是园院面积小的家庭也会自己做。 男雇主通常都会做这些事情的, 雇主也好, 保姆也好, 通常不会去擦外边的玻璃, 外墙和玻璃通常也是专人清洁, 因为要么楼层高, 要么房子大, 危险, 所以一般不是保姆的工作范围。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, 也担心得擦玻璃这个问题来着。 极少数的家庭要保姆洗车的, 捡草的, 要花园里的工作的, 有的要保姆陪孩子睡觉的, 老外雇主99.99%不会让保姆陪孩子睡觉, 除非自己出差不在家, 他们是一切都要靠自己, 孩子一定要自己亲手带。 所以你也能想象得到, 我女雇主出差, 或者他们两口子同时出差的时候, 我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。 这些情况都存在, 但是得看双方是怎么商量的。 我再来说一点关于做家务的要求。 大多数雇主, 尤其是老外家庭, 都希望你在做家务的时候, 能用机器的一定用机器, 省时间, 省你体力, 不希望你用手工而增加了劳动强度, 或者花费了更多时间去做, 本来可以用机器花少时间完成的任务。 一定不要自己觉着怎么做对就去做, 我们自己觉着的没用。 有人觉得自己在家带大了两个孩子, 很擅长做家务, 擅于做饭, 就一定能胜任在别人家工作。 这个想法其实是有点幼稚的, 因为别人的生活跟你不一样, 中国天南地北还不一样呢, 香港雇主家吃的饭跟北方就不一样, 多伦多这地方更多样性, 老外的生活有太多太多 跟我们截然相反的习惯。 所以要记住, 雇主的标准是你工作的标准, 即使不正确, 你的标准再正确也是你自己的, 不是你工作的标准。 所以有疑问和不解的时候, 要问雇主, 希望你什么时候做比较好, 希望你怎样做比较好, 今天我所说的这些工作内容, 都是在加拿大做保姆这一行最基础的。 要做一个称职的保姆, 需要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经验, 有不错的情商, 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, 仅仅把上面这些事情做好, 还远远不够。 如果大家感兴趣,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, 继续分享我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的工作中, 所收获的心得。 谢谢大家, 我们下次见。